满了满了满了 他都不开路吗他 前方弯道 注意看咱们左边这辆SUV啊 再连续超车 结果对面刚好有车过来 SUV为了逼让直接开进了土堆里 弯道超车 开发不开发 开发不开发 高速上面 注意看咱们左右两边同时上来两辆车 右边的奔驰一直开在车窗 观察左边的白车 你们看白车开始变道 奔驰车一把方向靠了过去 这就是高速碰磁的一贯作风啊 咱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两个车并没有碰在一起 但是前面的白车以为刮上了奔驰 这下奔驰车达成了目的 这就是高速碰磁 高架上面前方有点堵 注意看左边的黑车 压着双簧实现就开始变道 前面的车一不留神就被加塞了 丰田瞬间就来了火气 直接一脚油门就顶在了黑车的屁股上 都在排队 你非要加塞 这下舒服了 大车视角车主速度有点快啊 你看前方骑电车大爷在掉头 我的天 还好车主反应快 要不然悲剧就要发生了 咱们车主被吓得一身冷汗 骑电车大爷却跟没事发生一样 就这么走了 你走了 把我吓一声喝 他跑掉了 注意看右边白车在倒车 车主也减速让他了 结果车主又突然加速了 我的天 前方隧道 注意看左边上了一辆小客车 也不知道是客车司机睡着了 还是咋回事 黑色SUV都停车了 还在往前冲 该说不说啊 就你的技术 还不如我女朋友呢 说到女朋友 想找女朋友的兄弟 可以去探探实实 一上线就匹配同城的单身妹子 可爱的温柔的 什么样的都有 我哥们就在上面找了个女朋友 单身的兄弟们 快去探探看看吧 注意看 咱们车主准备从右边 抄了左前方那个轿车 就在车主加速的时候 那个轿车突然变道了 这不能算是咱们车主尾吧 那个轿车前面的面包车 才是最魁祸首啊 走得好好的 怎么就停车了呢 注意看右前方那个轿车 连续变道过来 咱们车主也是减速让了他 但是别人不会惯着他呀 哎呦 这下舒服了吧 你们看咱们前面这个黑车 一直归宿故意变咱们 咱们车主想变道避开他 他还故意打方向 本来车主抱着 多一时不如少一时的心态 不和他计较 结果他还在那里得签进尺 那就不能怪咱们车主教你做人了 注意看前方绿灯 咱们准备起步 你看左边的白车 打了转向就开始转弯 我的天 这是一轮防的路啊 你在直行车道上面右转 咱们正常执行 注意看右前方的白色轿车 突然就开始掉头了 咱们车主吓得赶紧踩刹车 听这个声音 ABS都要被踩爆了 还好杀住了 这里能掉头吗 再说了 即使能掉头 你这个操作也不对呀 注意看右边的越野车 突然猛打方向 这谁能躲得过去呀 本来以为他是故意的 这下才明白 原来是他右边的轿车 突然变道 越野车为了避让 才猛打方向 咱们正常行驶 注意看右边一辆小车 压着实线就把咱们给截停了 然后司机弄气冲冲的就下车了 你看 直接踩着护栏上来了 我的天 这是啥情况 这妥妥的路怒正啊 注意看右边这辆车 一直在憋咱们 车主一直按喇叭提醒 他还是为所欲为 直接把咱们给逼停了 你要干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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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路怒正啊 看着架势是要干账的 你看他还把车停在咱们前面 直接堵住了咱们的去路 气势汹汹的就下车了 接着朝咱们车主走了过来 听到车主要报警 那个人也是瞬间怂了 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 感谢观看